大阪一家油屋,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女人前心后背拱三处刀伤 伤口不长,但很深 应该是一把小匕首 现场有明显激烈打肚的痕迹 油桶七七八八散落各处 封岛屋的女主人阿吉 年轻时在河内屋做过次郎与兵卫的乳母 与兵卫四十年年丧父 后来就一直有阿吉抚养 河内屋的伙计得兵卫接手店铺后 便每个月定时送来抚养费 不知不觉,已经十六年过去了 与兵卫自幼丧父,从小就缺少管教 长大了,共事无法无天 大阪的一级馆,没有他没去过的 与兵卫和一级门的海誓山盟 数都数不清 虽说与兵卫是阿吉带大 但与兵卫已经二十岁,他是个男人 丈夫想让与兵卫回去 去年就跟阿吉提过 但阿吉总说丈夫想多了 与兵卫就是个孩子 与兵卫出了偶尔帮忙店里 其他时间都在外头鬼混 不是去医疾馆 就是和一帮胡蓬狗友去赶通奸犯 在阿吉眼里 女兵卫是游手好闲了些 但身为家里的次子 他又能做什么呢 一个普通的日子 阿吉又跑到旅馆找女兵卫 只是这次 着实让阿吉吃惊了些 可谓兵卫私婚的女人不是医疾 而是大游商士兵卫的独生女小菊 被阿吉捉奸在房 小菊并不感到羞耻 毕竟 这些游屋都靠着父亲 没懂阿吉开口 小菊忙诉苦 说都是与兵卫逼迫的 与兵卫是个疯子 威胁小菊 不见面就杀人 与兵卫当然不承认这些 为了少听些说教的话 还是答应阿吉 不再见小菊 但 毕竟是20岁男人的话 不能信的 每过几日 与兵卫又和小菊见面 这次出大事了 被小菊父亲当场抓住 士兵卫气疯了 恨不得将与兵卫剁了喂狗 与兵卫的哥哥太郎 共是连出与兵卫几十个耳光 不过与兵卫并不服软 一句求饶的话都没说 经过多方事前脱关系 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阿吉本想劝劝 不料与兵卫拿出一把小匕首 他想好了 实在不行就殉情 当晚阿吉就做了噩梦 梦定和小菊撕打起来 醒来后浑身滚烫 阿吉心里振振悸动 窜到丈夫的被窝 可丈夫毫无反应 软淡一眉 一个雨天 女兵卫从家里逃了出来 中午时分 就翻墙进了士兵卫家 情人相见分外眼红 什么都管不了了 哪怕全世界为敌 也要在一起 眼看女儿又和野男人跑掉 士兵卫只能动眼 干着急 女兵卫带小菊跑到郊外 偌大的世界 怎么就没有两个人的位置呢 说说聊聊 天色见完 以天为备 以地为席 干柴烈火 不在花下 等到火气消了 女兵卫马上恢复理智 私奔什么的 完全是瞎闹 女兵卫爱小菊 她不想 不能 也不敢做出荒唐事 眼看女兵卫主动和小菊分开 阿吉说不出的高兴 说着聊着 阿吉想起女兵卫小时候 那时候女兵卫还在吃奶呢 这样想着 阿吉拿着女兵卫的手塞进怀里 女兵卫心里狂跳个不停 咽了好几口涂抹 那天过后 士兵卫就火速给小菊订了门亲事 不出三天 小菊的婚事即传遍全城 士兵卫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她恨不得花光家底给小菊做家长 小菊的婚礼场面巨大 全城的油伤来了多半 烟花漫天 锣鼓叮叮当当的翘 简直比过年都热闹 就在阿吉送小菊上船时 女兵卫果然出现 带着匕首 阿吉死死拦住 他不能看着女兵卫生死 小菊出嫁后 女兵卫的心也算死了 女兵卫不再去一级馆 而是找了家游屋认证工作 就这么着过了一个多月 女兵卫的心又被撩拨起来 小菊说 和丈夫云语时 满眼都是女兵卫的脸 女兵卫每天去了哪里 没人比阿吉更了解 阿吉一副家长样子 劝小菊不要再做出国的事 小菊冷笑两声 狠狠踩住阿吉的脚说 夫人 你是太寂寞了吧 阿吉忍着一肚子气回到家 默默翻出了那件衣服 结婚这么多年 阿吉从未有过任何一次满足 当天下午 阿吉小菊的名义写信给女兵卫 果不出所料 稍晚一些时 女兵卫准时赶到 阿吉平时总是唠唠叨叨 总是不厌其烦 劝雨冰卫离开小菊 这一切的一切 就只是关心吗 阿吉知道 自己是在嫉妒 这么说着 阿吉一件件脱掉衣服 今晚 她要做雨冰卫的女人 送阿吉回家的路上 雨冰卫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到了家门口 雨冰卫紧紧抱着阿吉问 回家之后 阿吉发现脚面留下很大一块瘀青 孩子们睡得很熟 丈夫被吵醒 只是向中性说了两句话 夜深人静 阿吉陡然感到失落 雨冰卫重年轻 可自己却老了 那天之后 阿吉就没有再联系雨冰卫 她有自己的考虑 但雨冰卫毕竟是个20岁的青年 她有无情无尽的烈火 雨冰卫甚至提出 要带阿吉私奔 阿吉不肯 十年后 自己就成老太婆了 雨冰卫肯定会离开 雨冰卫喃喃自语道 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 是啊 人不是只有现在吗 阿吉想了一阵 紧紧抱着雨冰卫说 就在雨冰卫想象美好未来时 被戴了绿帽的男人找了来 手持一把亮闪闪的短刀 两人对峙一阵 索性被油屋店主劝了下来 雨冰卫这时才知道 阿吉说自己被强暴 被雨冰卫骗到郊外 说着说着 男人几乎哭出声来 求雨冰卫放过阿吉 时值深秋 雨冰卫望着摇摆的芦苇 心里感到十分苦涩 雨冰卫想好了 离开大阪去江湖 大阪有太多伤心事 一件又一件 一件比一件难受 看到儿子终于改写归正 妈妈有中的高兴 妈妈叮嘱雨冰卫 至少一年回来一次 让我看看你 离开之前 雨冰卫最后去一次阿吉家 还了一个可怜男人的短刀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又发生过那么亲密的事 阿吉不忍看着雨冰卫离去 阿吉想想细细解释一番 他也是无奈 他毕竟有个家 有丈夫 有孩子 阿吉劝雨冰卫别走 以后 哪怕一个月见一次也好 雨冰卫听笑了 情不自禁抽出了匕首 阿吉慌忙逃跑 连连打翻油桶 二人缠斗一番 阿吉终不是与兵卫的对手 爱恨情仇 真真假假 山盟还是 自想才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晚安 下期见